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小树蛙跟狐狸猫聊到了自己最喜爱的超级英雄超人 他不仅有镭射眼 还可以飞天遁地 而且力大无穷呢 赤手空拳就可以直接折弯铁条 小树蛙总幻想着能够像超人一样 正巧这时候经过了正在施工的空地 狐狸猫看到里面的吊车 正吊着沉重的钢筋缓缓升起 他灵光一闪对着小树蛙说 小树蛙,让我来利用知识的力量帮你圆梦 但在那之前,先帮你补补课吧 荧幕前的你,知道吊车是利用什么原理及工具 举起沉甸甸的钢筋的吗? 如果想要善用有限的力量 可以借助各种机械原理帮助我们达成目的 而要理解机械工作的原理 可以从最基本的几种简单机械开始学习 就像玩积木一样 只要利用不同的简单机械 就可以组合各式各样实用的机械装置 帮助我们省时、省力或操作更方便 之前介绍过的杠杆 便是最常用的简单机械之一 此外,还有滑轮、轮轴、齿轮、斜面以及螺旋 我们重新仔细来观察吊车的外观结构 你能发现哪些简单机械原件呢? 可以发现吊车上就有利用到滑轮这项工具 来帮助我们吊起重物呢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了解 滑轮是怎么帮助吊车吊起重物的吧 滑轮可以分成两种 分别是定滑轮以及动滑轮 定滑轮不随绳索拉动而改变位置 因此称作定滑轮 动滑轮的位置则可以随着绳索拉动 与重物上下移动 定滑轮因不随绳索拉动而改变位置 且以固定的轴心原地旋转 属于杠杆原理的应用之一 以支点为中心的杠杆 抗力臂、施力臂均等长 复习之前学过的杠杆原理 当抗力臂、施力臂等长时 无法省力 施力大小和物体重量相同 没有节省到施力 当下拉省长一公尺时 物体也会上升一公尺 因此使用定滑轮 并无法让物体的位移 有额外的增加 所以不能省时 小树蛙这时候就觉得奇怪了 定滑轮既不能帮我们省力 又不能帮我们省时 那这样工具有什么用呢 狐狸猫笑了笑说 小树蛙 你有没有发现定滑轮改变了施力的方向 举例来说 旗杆借由定滑轮装置 让学校招会升旗时 可以借由往下拉动绳子 把旗帜送往高处 不然每次升旗都要请人爬上杆子 再爬下来 这样多麻烦啊 小树蛙回应着 说的也是 所以滑轮只能改变施力方向吗 狐狸猫说 别急 还有动滑轮呢 动滑轮可以想象成 是一个抗力点在中间的杠杆 左侧端点作为施力点 右侧端点作为支点时 施力币的长度是抗力币的两倍 若不考虑动滑轮本身质量 根据杠杆原理 2R乘以F等于R乘以W 只需要施加等同于物体重量一半的力 就可以将物体抬起了 帮助我们节省力气 但想要让动滑轮以及物体上升一公尺 却需将绳长上拉两公尺 因此 若以相同速率拉动绳子使物体升高 利用动滑轮会比定滑轮更为费时 动滑轮以及定滑轮搭配一起使用 成为简单的滑轮组 便可以省力 同时改变施力方向哦 狐狸猫接着说 其实用在吊车上的简单机械还不止如此 小树蛙着急地说 狐狸猫 那你赶快接着说 我要把所有技巧都学完 我才能像超人一样 力大无穷 狐狸猫便接着介绍 其实吊车中 也用到了另外一种 被称为轮轴的简单机械 像是方向盘或是车轮 都是一种轮轴的应用 轮轴是将两个不同半径的同心圆 固定在同一转轴上 大的称为轮 小的称为轴 由于轮轴装置是一个同心圆 轮转一圈 轴也会转一圈 我们可以把轮轴 看成是杠杆装置 轴心视为支点 而因为施力在轮上 所以轮的半径就是施力壁 而抗力在轴上 所以轴的半径就是抗力壁 由此可以看出轮轴 也是杠杆原理的应用 如果今天施力的位置是在轮上 抗力在轴上 以轮带轴 画出来的杠杆图形中 施力壁大于抗力壁 能够达到省力的效果 但是费时 举例来说 常见的工具 螺丝起子 就是这类型的轮轴 施力在轮上 帮助我们旋开扭得很紧的 螺丝钉 如果施力的位置是在轴上 抗力在轮上 以轴带轮 画出来的杠杆图形中 施力壁小于抗力壁 能够达到省时的效果 但是费力 举例来说 夏天一定会用到的电风扇 就是这类型的轮轴 利用省时的特性 电风扇很快 就可以达到很高的转速 现在换一幕前的你 想一想 吊车上的方向盘 以及车轮 是哪种类型的轮轴呢 小树蛙说 介绍完了这么多知识 狐狸猫应该可以运用这些知识 来帮助我折弯铁棍了吧 狐狸猫拿来了一条毛巾 以及一只长棍 小树蛙好奇地问 咦 狐狸猫 你拿这些东西来干嘛呢 不会是要我练习棍法 习武强身 未来就可以折弯铁条吧 狐狸猫对小树蛙说 你睁大眼睛看好咯 只见狐狸猫 在固定住的两根铁棍之间 用毛巾打了个结 并将长棍插进毛巾锁成的圈中 开始旋转长棍 此时长棍就变成了轮 而轴就是被勒紧的毛巾 毛巾及长棍一起旋转 形成一个以轮带轴的轮轴 是省力费时的装置 需要多花点时间去扭转长棍 但好处是能让我们比较轻松的 折弯铁条哦 小树蛙兴奋地说 真是太酷了 没想到真的可以不用依靠超能力 只用自己微薄的力量 加上轮轴的应用 人人都可以是超人 小树蛙迫不及待地 把今天所有学到的重点整理起来 今天学到两种简单机械 分别是滑轮以及轮轴 滑轮分为定滑轮以及动滑轮 定滑轮虽然不能够省力 也不能省时 但能够改变湿力的方向 动滑轮可以省力 不考虑动滑轮的重力时 只需要施物体重量一半的力 即可将物体举起 但操作过程废时 轮轴的功能 则端看你施力的位置来决定 如果施力在轮上 可以省力 但是废时 例如 螺丝旗子 如果施力在轴上 可以省时 但是废力 例如 擀面棍 最后 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想要考考荧幕前的你 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脚踏车 其实也有用到轮轴装置哦 想一想 并试着把所有脚踏车 使用到的轮轴装置 圈出来吧